9月14日,中秋节一日,一大早,一般市民带着水桶、抹布、喷壶和铲刀来到金中下穴道,清洁日前在示威活动中被破坏毒物的街道以及建筑物墙面。 这是一次香港市民自发组织的快闪清洁活动,他们力度用实际行动,缓香港一份干净美好。 金中是香港立法会以及政府总部的所在地,在近期一系列的暴力示威活动中,这里的街道被喷涂了许多不堪的标语,建筑物的墙面张贴着一张张有侮辱性字句的海报。 昔日的整洁有序不在,令市民和游客深感不适。 因此,这些香港市民在社交平台上自发组织起来,参与快闪清洁行动。 当天的活动九十开始,然而许多市民八点多就自己带着工具来到了现场。 他们用铲刀一点点铲去墙上粘贴的标语,再用抹布把墙面擦拭干净,最后把垃圾杂物收到垃圾袋中。 活动发起人装守坤表示,参与这次活动的义工来自香港各区,有的市民是特地一大早从上水、元廊等地方赶来的。 希望能借这个活动唤醒沉默的市民,用正能量的方式表达对香港的爱。 我们开始的时候,都是我们自己十几二十个人,一班朋友去聚集的。 但后来慢慢,可能我们今次第五个星期做,慢慢就很多人去问我们, 可不可以我们都参加一起做,我们就说欢迎的。 他们来的人在全港各区都有的,有些可能远到上水、元朗、新界, 有些可能远到全国区都有的,这个活动是希望唤醒更多沉默的市民, 其实他们很多都很关心香港的,我们希望带到他们用实际的行动, 去用一种正面的正能量的方法去帮香港去建设表达对香港的一种爱。 市民和先生带着全家一起来参加这次清洁行动。 六岁的儿子一会儿跟着爸爸学习怎么用喷壶喷水, 一会儿跟着妈妈用铲刀铲建筑物上的标语,忙得不亦乐乎。 何先生说,他们一家人八点钟就到了,儿子不怕起早,自己很愿意来。 作为父母,也希望孩子从小能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念, 明白什么是对,什么是错。 我们八点钟来了,我们成家人一起来了, 清洁了墙和电梯里面,念了很多标语。 我们觉得香港我们是家来的,不应该货坏, 所以我们现在来希望清洁了它,希望这个事件尽快去结束了它。 我带小朋友来,希望他了解到这样做是不对的。 还有他希望去参与,出了分力,去清洁回香港, 不要给这些不开心的东西继续下去。 市民李先生一直忙上忙下, 因为有身高优势,其他义工够不到的地方经常交给他来做。 李先生说,这是他第二次来参加清洁活动了。 最近在媒体上看到说清洁工人们很辛苦, 自己作为香港市民,希望能帮助他们, 也为这座城市处以分力。 最近,这样的清洁行动几乎没有了解。 每个周末都会在香港进行。 义工们的足迹已经遍及深水埗、旺角、湾载等香港多地。 行动的另一发起人高松杰表示, 原本这是一项青年快散清洁活动, 但现在参与的义工远远不止青年人, 这次选在金钟政府总部的所在地, 也是希望能够帮助政府重建威信。 我们青年人都,今天很多不止青年人, 很多义工一呼百应超过40人, 一早都来到这里,希望打掃弯干净去。 香港,个外香港被游客, 或者世界都是供应最文明, 最比较干净的, 但是自从6月份开始, 我见街上都贴碾了一些标语, 标语带有仇恨性, 第一,影响使用, 第二,在宣扬仇恨的时候, 我觉得不应该, 个外香港是充满爱的, 还有清洁症状, 我们希望帮政府重建我们的威信, 政府的威信。